馬子慈悲大家好 有一位網友在我們益德媽子網站討論期來問到說 神明是來氣助盧 那為什麼我們信徒還要去禁鄉呢 還要去廟裡拜拜呢 還要陪著媽祖到主廟去禁鄉呢 他們不是來氣助主說在我們身邊嗎 在家裡拜就可以啊 這樣問題呢 顧問的回答是這樣子的 神明已經沒有所謂的身體 這個物質面的東西 實體面的東西 它是無相的 相就是你照相照不出來的 無相的 可是相為相啊 媽祖我們看不到啊 他來去祝儒啊 他來去過去未來啊 在宇宙中時空子連啊 時間空間的子連 學廠到處都有媽祖 那學什麼時間 過去一千年未來一千年都有媽祖啊 那神明都存在啊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蓋一個廟 然後跑那麼遠去那個廟拜拜呢 那就是相為相啊 我們要修身 就是我們的身體要禮佛 禮佛就要有個對象嘛 你拜誰啊 那拜他的精神是什麼嘛 要有個相要出來嘛 以相來修這個無相啊 要相為相啊 相都是假的啊 能換泡影啊 可是要做啊 你做一個習慣啊 每天念經 念經 念經 按你的口 念著經 你的心想的經典的內容 對不對 你身在禮佛 變念經 變拜經 這身口意都在修啊 我的心就變成馬祖的思考模式啊 跟馬祖的心相同啊 那馬祖在世的時候 他也禮佛誦經 而我也禮佛誦經啊 所以我修的三頁 身口意業跟馬祖一樣 才是他的信徒啊 我的心跟他心才一致啊 我的行為跟他學習啊 我的口講得跟他一樣啊 那種像要出來啊 不然說我是拜馬祖 什麼也不練經 也不去拜拜 阿伯什麼都沒有 你說你是什麼 這空啊 都沒有嘛 他沒有什麼都有 不是這樣子啦 不是這樣子啦 所以 八天七夜去走一趟 在這個時間內 你中間的時間內 進鄉的途中 你看到的人都在講馬祖 看到的人都在拜馬祖 看到的人都在想馬祖 他們的身口意業都在想馬祖 學習馬祖 馬祖的慈悲 所以很多人拿東西給你吃 幫忙你 供你 有地方洗澡 有地方睡覺 你腳受傷 有人照顧你 那種慈悲 媽祖精神的一種展現 你也開始學會了 所以八天七夜就是一個修行功課 你的心改變了 你的口改變了 你的行為改變了 你像個媽祖信徒 像個媽祖的音 你這八天七夜在學習 他的習慣 生口異業 媽祖信仰 信徒的習慣 你在塑造的 所以不是神明來氣自如 就不用去拜 不用去敬香 在學習 把自己的習性 生口異的思考模式 行為模式 講話的一切都在修行修正 像媽祖 所以佛教有做禪期 他必須七天悟到 因為佛陀在菩提世下 坐在那邊 七天悟到了 在七天當中 隆路在思考 怎麼樣去覺悟 人為什麼會有生老病死的苦悟 我怎麼樣脫離 隆路 專注那段時間去想 我們專注一段時間來跟媽祖 生口異業來學習媽祖 所以我們必須去敬香一段時間 然後到廟裡面拜拜 在那個靜教 環境的心討 欣喜之下 我們慢慢養成媽祖的行為 媽祖講話的儀器 媽祖的想法 生口異 所以我們一定要請廟裡拜拜 跟媽祖學習 就是我們講的親近媽祖 我們八天七夜親近媽祖 我們一等媽祖 兩天一夜敬香親近媽祖 我們半年都活動 那一段時間就讓各位親近媽祖 嘴巴講的是媽祖 心裡想的是媽祖 拜的是媽祖 所以生口異都在欣喜 在學習慢慢 從親近媽祖 然後內視媽祖 然後學習媽祖 然後將來成為媽祖 所以 神明來去祝如無相 我們要相為相 要去敬香 要禮佛 要送親 才能成為神明 跟他學習 真正成為媽祖的孩子 將來成為媽祖 以上 是顧問的小小潛見 供大家參考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慈悲 謝謝大家 為君請 2 2